大家好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片段每个字Peter一起转 我们看看市场上有些新闻 我们来看一些新闻发生什么事 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来到Twitter 大家都知道Twitter这边蛮重要的 那另外我们的YouTube的跟引荐 不是才有分析,不是才有建议 大家都要自己做好研究 这也是重要的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市场吧 这两天没看市场 我们看市场昨天7月15号 来到1600万 前天1400万 大前天1600万 在大前天1500万 我们的价格一直都在1500 1600左右 左右在这个地方盘整 那其实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 重要的人数 人数也在这个地方 52,000人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之前高点54,000 所以代表这整community 但这些community 这时为止的话 没有一个太大的 人进来 在一起我们交易的次数 你看transaction count 从7月10号 这边71594 慢慢往下 往下掉 掉到这边62,900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波幅的向下 那代表整个市场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除了本身NFT 大的蓝筹之外 那小的DGEM跟FREEMIN的话 价格跟这个量 稍微是往下走 我们来看一下FREEMINANCE 这三条线持续在地方盘整 那我看整个市场上 你说最多的现在是Other size D 那再次变种猴 那再来就是什么 Pingin Pinguin 然后还有五条猴 Mumber Oddity Mumber Oddity 涨了6% 那另外这个YOLO YOLO 其实你跟大家介绍过 YOLO这边涨了37% YOLO这是一个 有点像东阳风的女性的一个画风 那再来这是什么 Morocci Scroll 这是新的 Morocci Scroll 那再往下其实量都比较少 因为周末一般交易的量 就相对比较少 但是如果一般我们看前十的话 主要还是比较厚 跟这个变种比较厚的地 其他暂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跑出来 如果你看一下NFT Go NFT Go今天的Settlement是30% 那前两天这边 上礼拜前两天 这个NFT的Settlement 其实稍微往下掉 在周末目前为止 这个来到12300 那你看之前的话 周末这个12300 跌到12100 现在又回到12300 看似这个NFT有一个走势往上走 你看Market现在是230亿美元 增加0.45 那这holder跟trader的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今天最大新闻 这两天应该就是 OpenSea layoff20%的人 那他这个讲什么 OK Devon Benzer OpenSea的Founder 还有CEO 他在讲说 他们在layoff20%的员工 那他们是为了说 未来5年 他们这个人 未来5年之内 应该就这样就够了 他怕说将来 OpenSea整个 这个费用的非常非常高 但是你觉得他讲的道理 那他这一波 其实跟着什么 这波crypto.com BlockFi CoinBate Genesis 其实通通都layoff 全部加起来 可以蛮多 可能layoff超过1700人 那另外像是cranken FTX finance 还没有决定 他们是不是 会做一些其他这样的调整 但主要整个来讲 NFT 这个crypto的市 往下走的话 那大的这些交易所 人都在做调整 但是你觉得 OpenSea layoff20%合不合理 带大家来看吧 我觉得不太合理 因为他们赚太多钱 他们一年赚3亿美金 第一个OpenSea 他们在年初的时候 融了3亿美金 他们整个市值是133亿 133亿 133亿美金的市值 那他融了3亿美金 Valuation like 133亿 那这个只不过是他们融钱的部分 他们第一部分融了这么多现金在手上 你说他们融钱 现金走上自己有没有钱 你看他们之前 2021年整个交易 130亿 的交易量 如130交易让他是2.5% 走巨费 所以130亿的交易量 乘上2.5%的话 让他整个一年赚多少 一年赚3亿2600万美金 你说他一年赚3亿多美金 然后他就融3亿多 他手上一大堆现金 他一大堆现金 他踩了20%的人 踩20% 我们看一下 OpenSea他们现在手上的人 那他是230个员工 230个员工你说踩20% 就算是50人好了 我算大概50人 对不对 一个人我给他赚多一点 一个人赚15万美金一年 就区块链 真的蛮厉害的 工程师15万美金 OK 所以他一年这样子的话 5年 5年全部的薪水加起来 50个乘上15万美金 再乘上5年 他5年薪水加起来 3700万 3700万 是他一年的收入利润 他一年的利润10%左右 他一年就赚3亿了 他5年加起来 这个人省才省 那才省他全部这个收入的10%左右 那你说如果你要平摊 一年2% 那你觉得像这个整个 这样这么大的一个OpenSea 大家知道OpenSea最大问题 像是什么 除了他本身后面的区块链程式 除了他最烂的 其实就是他的service 他是cosmos service 是大家有名的超慢 而且就是很多很多问题 你写email给他们基本上不会回 你在论坛留言 你没什么能回 你出现什么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找OpenSea的人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OpenSea反过来 反过来你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找更多人 为什么 你想办法把好的这些人 才网络到你的这个旗下 如果你自己本身 是市场上最大的领头羊 虽然市场向的量价都往下走 我不是说你要去裁人 你就算你不加人 你不加人你也不应该裁 因为你是市场的领头羊 那这个地方你看 比如说Kranken FTX, Binance 这些都是相对做得比较好 比较大赚钱的公司 你赚钱公司 你没事为什么要裁人 所以这个就是OpenSea这个地方 赚这么多钱 赚3亿美金一年 他裁了这么多人 所以他5年 5年 省上3700美金 Yeah Interesting 第二个就是一个BYC的新闻 我看BYC 大家都知道Old Navy Old Navy在美国是一个品牌 那他们这边 他们买了一个BYC的这个猴子 然后来做这个T恤来发 这其实李宁也做过这件事情 在中国的李宁也是买了无聊猴 然后来卖衣服 那大家觉得这样子无聊猴 来卖衣服 你觉得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对这个发行上当然是好 它是等于是一个额外的 第一个是额外的话题 第二个他可以找到一些新的 这些热点 第三是不是有机会让传统的人 有办法进NFT 有办法进Web3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有些无聊猴的人就讲说 他这样子 他为什么要用这一只呢 他为什么不选一只可爱一点 或是漂亮一点呢 他为什么要买这一只 第一个 第二讲说 那他猴子买了这个衣服 那我们其他的猴子的人 是不是要穿这个衣服呢 还是要穿我们自己的衣服 那这个其实就在于说 第一个你是不是猴子的holder 如果你是猴子的holder 你的感受跟你不是猴子的holder 感受我觉得是会不一样 那我说这个新闻的话 对我来讲 我觉得整个正面 还是比较正面的评价 虽然他卖20块美金 这个就是一个品牌 卖20块美金 等于是品牌跟 无聊猴 BYC做一个co-branding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另外再看一个新闻 这Kevin Rose Proof 我们讲说Proof 就是整个月鸟后面的团队 Proof他们这边持续 在熊市的时候 他们收购了一个NFT的一个团队 叫做Divergence Divergence主要是干什么 他们是一个NFT的团队 在做Web3 London Base Web3 Engineering Team 他们主要这个团队在伦敦 那是一个区块链程式的设计师 是一个Design House 那你知道他们收购了这些 主要他后面想干嘛 Proof 收购了这些东西 Proof它一个Road Map 他们说在2023年之后 他们希望说做一个Social Universe 什么意思 他们希望有一个Meneverse的一个逻辑 元宇宙的概念说 我将来我Proof 这个卡片后面的团队 甚至我月鸟 会有自己所谓的3D的 一个Avatar 就像是第三桌Lang 跟说是 甚至这个所谓的Facebook Metaverse Pitch一样 那其实Proof 它后面非常非常聪明 因为Proof本身 他们也是做媒体 跟做投资出身的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了解 所谓的Social Media的力量 还有这所谓的 现在所谓的这个叫做 Social Economy 那还有NFT Web3 中间是如何要来结合 那可以走出一条最新的路 那其实不见得不是说只有Social 这条路可以走 那你说像Facebook 他们只要是走Social Media路 他们其实现在也是想办法转 他们Social Media这个路 走到后来 整个NFT的这所谓 我们认知NFT里面 社群NFT里面这个所谓的 我们大家一群人 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朋友 这个平台其实就是Social 变成Social Fine 那Social跟这个Finance有办法结合 那就是有可能是变成 之后Proof他们想走下条路 可以跟大家讲讲几个 现场上的新闻 就从OpenSea Layoff 我觉得Layoff是有点不太合理 那当然他们厂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第二就是无聊猴的T恤 那这个之前在里面也做过 那当然这些都是好事 那再来就是Proof 他们后面收购了一家风师 他们要走所谓的Metalverse条路 那我们都拭目以待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在给人家咨询 关注Twitter加入Discord 那订阅订阅 按订阅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